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其与中国的友谊以及与西方的隔绝影响了印度的外交策略 接下来我们来到日本在青森县陆澳市的核燃料中转设施即将完工 预计很快投入运营 这是日本首个建在核电厂外的中转设施 对于日本的核燃料循环至关重要 然而当地居民担心灾设施可能成为永久存储地 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 最后我们关注日本传统摩托车原查理的销量下降问题 随驻电动助力自行车等新型移动工具的兴起 以及难以适应新的排放规则 原查理的制造商正面临挑战 最大的原查理制造商本田甚至考虑停止考虑停止考虑停止 考虑停止生产Cyber Cup系列摩托车 日本时报报道印度总理穆迪周一前往俄罗斯 进行自乌克兰战争以来的首次访问 这次访问在维持与莫斯科的长期联盟和争取更紧密的西方安全关系之间走刚失 俄罗斯是印度廉价石油和武器的主要供应国 但其与西方的隔离和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友谊 影响了与新德里的传统伙伴关系 近年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一直在培养与印度的关系 以对抗北京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同时也在施压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日本时报报道位于青森县六所市的一个用于存放废弃和燃料的临时储存设施 即将完工 进入运营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由于全国各地核电站的燃料存储持容量已超过80% 六所设施作为第一个建在核电站外的此类设施 预计将在日本建立核燃料循环的努力中发挥关键作用 即从废弃燃料中提取油和布并重新加工用于核电站 然而许多当地居民担心该地点可能会成为永久存储设施 日本时报报道 日本长期以来深受喜爱的被称为原差里的50cc以下发动机摩托车 正面灵灭绝的威胁 随着电动助力自行车等新型出行方式的出现 以及制造商难以使其原差里车型适应明年11月 即将实施的更严格的排放法规 原差里的销售一直在下滑 这以严峻形势甚至导致最大的原差里制造商本点考虑 可能停止生产其标志性的超级小规矽 威尔士目前的状况可见一般 马森格雷迪的角色在他们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中 可能并不是最令人困惑的五个方面之一 沃伦·加特兰重新造回了现在在日本效力的利亚姆·威廉姆斯担任后卫 而20岁的格洛斯特边风乔什·哈萨维将首次亮相 飞位位置上本托马斯将首次在测试赛中首发 取代萨姆·科斯特洛 紧头到达阿奇·格里芬和哈里·奥康纳两人加起来只有三次出场记录 踢补阵容中还有去年应接受日本第三集联赛俱乐部塞卡马格斯邀请 而退出世界杯准备的科里希尔 22岁的格雷迪是一颗前途无量的年轻球员上赛季在联合橄榄球锦标赛中为卡迪夫队攻入了八个场市 这一次将是他第二次在职业比赛中穿上12号球衣 加特兰以其机制著称 16年前他将杰米·罗伯茨调到中场以控制争议线 这一决定带来了10年的成功 然而即使有这个成功的先例 格雷迪的转变仍然让人感到紧张 一个好的悬念可以成为电视中最有效的情节装置 会好的悬念会让你抓狂 恨不得下一集立刻播出 最伟大的悬念通过暗示答案 但从不让结果显而易见来吃早神秘感 而最糟糕的悬念则往往让人想要停止观探 多年来伟大悬念的标杆是美国电视剧达拉斯中 谁射杀了罪 阿拉斯中 谁射杀了罪 这个转折在1980年引起了媒体风暴 甚至连吉米塔特在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期间 也开玩笑提到了这个虚构的谋杀案 悬念很快就发展成不仅仅是谁干的的形式 情景喜剧如办公室和老友记 通过悬念来戏弄角色之间的关系 吸引观众回来看结果 肥来看结果 肥皂剧如东区人和邻居们 则通过悬念让观众每天都回来观看更多内容 《独立报》整理了电视历史上最伟大的学面 其中包括绝命毒师的Gliding Over All 黑道家族的Made in America 以及权力的游戏的卡斯特梅德语记等 史蒂夫·伯斯·威克的英格兰队 将在对阵新西兰的两场测试赛的第一场比赛中 检验他们在追求更全面比赛风格方面的发展 他们进入这项热物的心理状态 和在训练场上的准备同样重要 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通过比赛录像可以详细准备对手 即使他们在场上与之接触不多 然而新西兰仍然代表着一个重大挑战 因为在任何橄榄球物地地 整个国家都关注测试赛 一些球员喜欢这种环境 而另一些则在这种环境 而另一些则在压力下维米 英格兰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避免任何自卑的想法 新西兰队和其他球队一样 在压力下也会犯错 第一场测试赛中 英格兰已经通过对日本的热设赛获得了优势 英格兰还将面对一支变化中的新西兰队 许多有经验的前常规球员缺席 这可能会影响到比赛后期替补球员的贡献 英格兰必须在前排和后排三人组的两场较量中占据优势 这将决定比赛的结果 多伦多新报报道 前外交部长马克·加尔诺 在其自转一段极其非凡的旅程 太空、政治与加拿大梦的追求中 批评卸任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认为他在国际事务上准备不足 优先考虑政治而非实际行动 导致加拿大在全球的声誉下降 加尔诺回顾了特鲁多在中国和印度的 几次失败的外交访问 并指出这些访问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对会谈对象的了解 此外他还批评特鲁多在自定对华和印太地区战略时的拖延 认为这削弱了加拿大的国际信誉 加尔诺还提到特鲁多政府对外交事务的重视程度不高 打致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下降 南华早报报道道 香港特区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坚决反驳了有关香港人权状况的毫无根据的言论 香港政府表示 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为居民提供了享受自由和和平生活的环境 并将继续与社会各界合作保护和促进人权 针对美国最新的人权报告中对香港政治自由和自治的指控 香港政府延迟搏斥 称美国应停止撒谎和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政府强调 香港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并通过安全发展和合合作来讲好香港的人权故事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放异彩 展示了多种创新产品和服务 彰显了香港成为亚洲科技中心的雄心 今年香港科学园 数码港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带来了15家企业参展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参展企业展示了大语言模型 物联网系统 i图像生成 工业质量控制解决方案 和i救援无人机等技术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工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 FIR也展示了其研发成果 香港科技员工师CEO黄克强 在大会上表示 香港具备吸引全球人才和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 并且有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 香港特区政府也在推动一系列创新和科技计划 支持初创企业的发展 必须在2035年前建立一个跨境科技中心 Mate Asia报道 中国宣布将对欧洲白蓝币进口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下一步措施 这一举动加剧了中欧之间的紧张局势 就在同一天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施了临时关税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布鲁塞尔和北京应继续谈判 但也暗示可能会对欧盟猪肉进口展开调查 中国多次呼吁欧盟取消电动汽车关税 表示愿意谈判 但也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中国企业 自1月以来 北京已经对欧洲白蓝币和猪肉进口展开了报复性调查 主要针对法国、西班牙、荷兰和丹麦的商业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选择白蓝币和猪肉 是为了说服法国和西班牙加入德国的行列 反对欧盟的电动汽车关税 临时关税生效后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相当上市股票下跌 其中吉利汽车跌幅最大 上汽集团表示 将正式要求欧盟委员会就其临时关税举行听证会 Minamidu马来西亚当局 关闭了两家涉嫌无证电子和塑料废物回收的工厂 扩大了对于中国帮派有关的非法废物镜头的打击行动 这两家工厂位于吉打州北部 在突袭中发泄了1600吨电子和塑料废物 自然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部长尼克·纳兹米表示 电子废物工厂估计现场生产了1500吨电子废物 而塑料工厂生产了100吨塑料颗粒 政府将对这两家工厂提起诉讼 罪名包括非法进口废物 如果罪名成立 设施者将面临高达1000万令吉的罚款 和最高5年的强制监禁 马来西亚近年来非法废物进口激增 西方出口商在中国2017年实施废物进口禁令后 继续向亚洲各地运输废物 政府认为这些进口是一个 使用伪造文件的犯罪团伙所为 电子废物还有有毒物质 但也还有黄友、黄金银和铜等有价值的金属 犯罪分子通过规避严格的安全处理法规来牟利 NK一直报道 日本政府确认中国在日本南部大陆家的公海上 安装了一个浮标 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表示 中国在四国岛西部和冲之鸟岛北部的公海上 设置了一个小浮标 但并未解释其用途和其他细节 日本政府已敦促中国不要破坏日本的海洋利益 北京则回应称该浮标是用来监测海啸的 并无意侵犯东京对大陆家的主权 日本拒任中国调查船向杨红22号 在6月中旬设置了该浮标 并在其穿越日本专属经济区时进行了监控 去年7月 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 尖阁租岛附近安装了另一个浮标 导致日本提出抗议并要求立即拆除 中国在区域水域的军事活动和海洋强硬态度不断升级 日本对中国船只在间隔阻打周围的反复入侵 表示抗议 《独立报》报道 巴勒斯坦足球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计划在越旦和西安举办比赛巴勒斯坦足球协会提议在第三阶段的亚洲预选赛中 在位于阿尔拉姆镇的费萨尔和无赛英国际体育场进行比赛 首场对阵约旦的比赛定于9月10日 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使得球队不得不在中立场地进行足场比赛 但球队希望这次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赛 协会副主席苏珊·沙巴利表示 国际足联和亚足联军卫队此提出异议 约旦和阿曼足球协会也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在主场进行比赛的合法权利 南华早报报道道 香港反对派活动人士 黄之锋应参与20年立法会初选中的颠覆阴谋 要求法庭判处不超过10年的监禁 27岁的黄之锋与其他5位反对派人物 出现在西九龙法院 寻求较轻的刑罚 黄之锋的律师李国威承认 他的客户是积极参与者 应受到3至10年的监禁 李律师强调 黄之锋的国际呼吁 是为了2019年反政府抗议的更广泛目的 而不是特意推动阴谋 法庭对黄之锋在其他案件保释期间 参与阴谋表示关注 并质疑其改过自新的诚意 三名法官判定 45名反对派人物 试图通过2020年初选控制立法会 以投反对票迫使行政长官下台 日本时报报道 日本今年上半年企业破产数 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帝国数据银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6月期间日本共有市 887起企业破产案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增加了22% 尽管破产企业的债务总额为 6810.2亿日元 约合42 4亿美元 比去年减少了25% 但主要是中小企业受到了高物价 劳动力短缺和疫情后援助减少的双重打击 报告指出 这些因素使得企业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导致破产数量上升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不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列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Coming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The universe and oceans in perpetual commotion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ntum meets a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If you dare You dare